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在 人工绘制的指纹没有比照对象 还有在核对指纹的对象上也花掉了不少的时间 它电脑比重以后 那一般我们就是所谓的有一个所谓后部名单 它把这个范围把它筛选 筛选 筛选 最后剩下可能是100个 可能是50个 可能是10个 那么这个最后的这个确认 还是要有建议人员来做确认 目前国内刑事局的指纹档案 都是从民国39年开始建党 对象都是涉嫌人或者是嫌犯 到了民国41年又开始加入了义南的指纹资料库 但是在民国90年之后呢 考量到人权的问题就不在建党 也就是在民国71年以后出生的义南 这指纹档案是没有资料可查的 难道这凶手就是在民国71年以后出生的吗 他们那个箱子整个一年多查下来的箱子 差不多七八箱了 箱子都那么高的 不过就在大家饱受挫折的时候 这时警方抓到了一名菜刀大盗 疑似涉嫌平科大女学生的命案 让胶着的案情露出了曙光 这名菜刀大盗在习制局干员 弃而不舍的追忌下终于漏网 犯人员发现无姓嫌犯 都是利用到屏东内谱探亲的机会 趁机作案 由于嫌犯的犯案模式和民国88年 发生在同一个地方的屏东女大学生宿舍命案 手法相当雷同 警方怀疑这名嫌犯可能就是凶手 过去警方地缘关系的搜查 一直没有结果 所以研判这凶手可能是外来的人口 加上无姓嫌犯 过去也有性侵害的前科 警方采集了他的唾异样本 送去DNA比对 但结果却是空环洗衣场 俗话说得好 听公疼傲人 就在警方快要放弃的时候 传出了好消息 刑事局指纹室 花了三年多时间 花费上千万 终于在92年4月 河队出凶险 刚好就是92年的时候 报纸里面有 有不破碎的那个指纹 有那个刑事局 他们很专业去给他输入 给他拼错 念出来很高兴 他就拿给当地的分局去办 警方在92年4月1号 成立三人小组的X档案 由当时的刑警 林荣栋带领着专案小组人员 再度进行了侦查 那个时候 有这个指纹 指纹我们就知道对象 知道对象 后面的才是困难的工作 后来就被我查到 在屏东万丹乡 一刑警方在1月到7月 有在这个期间 有在这个刑警方打工 这个就是小小的冰果 这个小小的收获 传回到刑事局监事中心 让有参与过比对的监事人员 都直呼 这三年多的比对再比对 终于有了结案的成果 92年那一次比到的时候 真的大家都还非常非常兴奋 因为成疾这么久 将近四年了 对 后来突然有一个这个曙光 其实大家 我们就觉得 这个还是很值得的 因为现场 留有一份民众日报 于是玲珑栋 再一次从超商查起 逐一逐一地再过滤一遍 我要给他那个 拿那个监视系统的那个影像 他们说年久了 无法调阅了 监视影像无法调阅的原因 是因为距离案发时间 已经三年多 当初的录影带 早已经重复使用了多次 于是刑警零融洞 再一次回到案发的现场 东片村 去问问村民 是否见过这个人 在刑事案件里 指纹跟DNA的见识 肯定是百分之百的证据能力 但不能够确认的是证明能力 所以现在就缺 逮个正着的直接证物 彭莫寡言的陈能玉 她是新竹新风向人 高职毕业后 她原本在住家的附近工厂 打打了工 直到了民国88年 认识了家住在屏栋万丹的女朋友后 才搬到屏栋 跟女友同居 这段时间 她有过在万丹的某加油站 打工的经验 于是零融洞 决定从加油站 着手侦查 同学 同学你好 同学你好 请问一下 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没有耶 没有看过 都没有印象吗 没有 好 谢谢 你好 请问一下 你认识这个人吗 这个人早就离职了 在警方到加油站 询问过后 突然有这么一天 零融洞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 竟然是加油站的 某位工作人员 他说 陈贤传了个简讯给他 请他把陈贤 放在加油站的摩托车车牌 寄回新竹 把我放在加油站的 那一部摩托车 车牌 寄来新竹给我 我要消耗 我要注销 一早 已经 那个摩托车已经都没有气了 都生锈了 我就会同他 强迫给他打开 说证 里面有民众日报 10月5号的报纸 还有鱼衣 鱼衣有血 最重要就是那个报纸 采到指的那个 那个是一到 民众日报 10月5号的报纸 一到十五 一到十六版 结果他的置物箱 这个陈贤的置物箱 里面就是 17版到24版 人证 物证 都有了 接下来 就是 逮捕凶手归案 这次刑警 林荣栋 采取了先跟奸 后逮人的方法 而这回 一定要让陈贤 捕手认罪 我都这样不能等了 因为查了那么多证据 绝对不能等了 我们要那个 干脆去新竹 跑一趟 我说那我们去 去我们不是逮人 我们去就是 埋伏跟剑 由于上回警方 已经登门查案过 陈仁宇知道 这个案子 快要包不住了 狡猾的他 出门 必定戴上口罩 回家之后 门立刻关上 闭人耳目 让警方 想要采证 他的脱衣DNA的机会 都没有 结果他家刚好在 那个新竹新竹乡乡 有一个凉亭 有老人在那边 玩象棋 我这一个礼拜 也是在那边认识 那些人 就是要等 等他的那些东西 警方生怕打草金蛇 不只乔装成游民 就连旅馆也不去住 希望透过全天后的监控 赶快掌握直接的证据 采证到他的DNA 因为那个地方 好像垃圾车 好像一个礼拜来不到两次 我们在一个礼拜 就刚好等到那时候 哇 机会来了 远远我就听到垃圾声音来 我就下那个阶梯下来 刚好垃圾刚好到他们家 他们家人 就要丢一包垃圾上来 我说 我都没有吃饭 那个垃圾我帮你丢 我就带着 拿着垃圾就如获之宝 警方拿到那包垃圾之后 小心翼翼地 把垃圾袋给打开 生怕这新竹的强风 突然一吹 把阵物给吹跑了 在新的位置 里面有五种香烟 五种香烟你不能挑啊 然后就由 刑事局那个林大队长 他送回台北 送回台北去看 去做一个培养 培养那个DNA 比对冰果 天地上的DNA 跟咬痕上的DNA 相吻合之后 接下来 就是赶紧将陈贤 逮捕回案 但是冷静沉着的陈贤 又会耍什么样的诡计 来考验警方的办案能力呢 到底 他是拿什么样的刀子 把灵溪女同学 连续砍杀了31岛 警方能拿出什么样的证据 让陈贤 哑口无言 扶手认罪呢 请继续锁定 大行动 一起挖掘 事情的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